大家好 歡迎回來《軍工開密》 這一節又是和陳博士討論一些 我們講軍工和主要在新的科技技術上的突破情況 今天錄音的時間也是2024年的1月1日 所以我和陳博士祝大家元旦快樂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和出入平安 是很重要的事 好 我今天會討論什麼呢 我們會討論火箭引擎 那說起火箭引擎 最近真的是在新年的時間 陳博士寫了一篇告給我看 當然我也是看得明了點 但是當中我聽到陳博士跟我們解釋一些新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能放在軍武器裡面講 因為這個武器的進階 後面是一個很大的潛力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就和我們的NHK軍武器言和科學新資 包括免費訂閱和記得給like 令到我們的訂閱數量和傳閱上會做得更好的 陳博士你好 新年發落 是呀 Larry你好 各位觀眾都新年進步 陳博士 我們今天在這個討論話題 技術性含量非常高 所以真的要找你來講 就是在講新年你發了一篇稿給我看 你講一個引擎 火箭引擎的技術叫做RDRE 我們膽粗粗就是中文直譯 叫做旋轉引爆火箭引擎 你只聽到這些什麼旋轉引爆 好像爆船陀螺這樣的名字 或者我們俗稱爆船火箭引擎 好像爆船陀螺那樣 聽名字已經這麼厲害了 事實上如果它的操作上 其實是不是火箭引擎的一種變種 甚至是一個新的突破 或者可能是另一個generation 就是下一代的火箭引擎的推出 還有究竟呢 當然陳博士會和我們解釋它和傳統火箭的不同 還有究竟它有多變態呢 我們交給陳博士和我們講講這一段 新的火箭的技術的由來 還有其實有幾滑時代的東西 這樣的 這個就叫做RDRE引擎 就是我們硬將它中文 剛才Larry有說旋轉的 裡面有旋轉的 有引爆的 就算你看卡通漫畫那些絕招名字 你聽到這些字眼 你也知道是很厲害的絕招來的 那怎麼厲害呢 那又要講一下基本資料先了 假設現在 大家都在用輕燃料來做火箭引擎 我們現有的技術呢 輕燃料火箭 你能夠做到那個效能是30%多已經是挺不錯的 那你見現在世界上主流的輕燃料式火箭 它盡量想將效能做得高 使用最少的燃料做到更大的推力 於是我們可以帶更少的燃料 就可以飛得更快更遠 那這個是不停地做的目標來的 那現時是30%多左右 但是如果將那個引擎的設計 改了用現在這種叫RDRE的技術來設計的話 同一樣的輕燃料 你可以做到那個效能可以上升到59%多 就是說那個效能是一個飛躍來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 一向來講 你能夠將那個引擎的設計改少少 令到那個效能提升3% 你已經是火箭專家來了 已經是 現在在講的是將整個用另外一種的 物理學工程學的概念 重新把它設計了 於是它能夠出來 做那個火箭的效能達到50%多 那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技術來的 那當然你說將來會不會有核動力的東西呢 那這個我們今集姑且不講了 現在就是講的單單你用無論是甲苑做這個燃料 還是用輕來做這個燃料也好 只要你換了這種叫RDRE的火箭引擎技術呢 你出來整支火箭可以做得更加輕 你需要攜帶的燃料更加少 但是它的推力就會更加大 所以美國在太空總署公佈的時候 它就說這個新式RDRE這個火箭引擎 它就比起它其它的傳統式那些引擎 可以給得到更加大的推力 好像都大了10幾20% 但是它就現在因為測試期間 它就連續可以開啟了250多秒 就是4分鐘 那4分鐘長還是不長 夠還是不夠呢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單單一個普通的火箭升空任務 你那個第一節那個火箭 你都要預料它可以不停地去開啟推進7分鐘 8分鐘這樣 所以它現在測試的時候能夠推進4分鐘 那它距離能夠成功使用 我覺得就不遠了 那厲害再一個位置就是說 有了這種這樣的推進的技術 對於太空總署來說 第一個的得益就是什麼呢 接下來上火星的任務 多一種的火箭引擎選擇 而且這種火箭引擎 它用回傳統的燃料 但是它可以給到更加大的推力 你也需要帶更加小的燃料 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最後也可以用一個更加短的時間 去到火星 這樣也不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太空探索來說 是一個喜訊 但是如果說到火箭 自己本身的設計 怎樣去推進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大家都不難想到的了 這個意義就遠遠不止於這個太空任務探索 而且還會是關乎其他的應用 所以聽完陳博士說 這一支火箭的技術 那個革命性的特幅很大 就是比傳統的效率提升了不少 所以這樣說 它那個做法 和我們說現在 我們經常都說 例如說SpaceX 它們的Raptor引擎 有沒有說 那個做法上 是不是技術的差妖 還是它有什麼位置 是做了一些很厲害的突破 可以做到這樣 這裏來到這裏 就講一些科學原理的東西 難的 我嘗試盡量去比較顯淺一點去講 大家有玩 不知道聽眾有沒有聽過 玩過Sweet Fighter 或者是看龍珠 OK 你無論出波動拳好 出歸波器功好 Larry 你的腦子有沒有一個圖像 小時候和同學玩呢 無理無聊的時候 扮向大家出招那種 你那個 你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想像 你發出去的那個威力 我現在講的 無論你是玩遊戲機 漫畫 講的去出波動拳 出歸波器功好 或是你一個火箭 引擎下面的噴嘴也好 你都見有一個噴嘴這樣的形狀 一個罩的形狀 甚至乎這種這樣的形狀 我想都影響了大家去畫漫畫的人 你出個歸波器功好 你出個波動拳也好 你的手都可以做成一個噴嘴的形狀 好像在講你自己的手 好像真的有東西噴出來 甚至乎有時候噴 你一邊的手也在噴著你的絕招 只要你整個人可以反向推進 一樣都可以的 這個完全就是借用了那些火箭 那些這樣的概念來去 放進這些漫畫 或者是遊戲那裡 中間的原理 真是要講一件最簡單的物理原理 就是牛頓第三定律 你有東西扔出去 另外一個相反方向就會受力 OK 就是你向前方扔東西 其實你扔向前方的東西 一樣會有一個反作用力 來去將你推向後方 這樣的意思 所以整個火箭噴射的原理 最歸根結底 牛頓第三定律 但是你怎樣將那些燃料 用最快的速度扔出去 從而令到你可以令到 向相反方向有最大的推力 那其實就是火箭技術的問題 最根本的所在 那傳統的那些技術 有一個噴嘴 噴嘴的最頂端的末端 你不要管 不是出口那裡 是在裡面那裡發生什麼事呢 就有一些的燃料和助燃劑去噴著 同時間也會連結一個燃點的裝置 不停地點火 就將裡面的那些燃料和助燃劑去點燃 接著裡面就會是化合作用 然後引爆 那這裡要強調 我們經常認為火箭引擎裡面 就有些燃料在那裡引爆爆炸 就算我們駕車也是 我們經常說這些內燃機 原來就是那些燃油噴著在那裡 就發生一個小型爆炸這樣 大眾來說你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一個真的去到技術層面的科學家 他就會再細分 你一個普通的燃料燃燒過程 很穩定的燃燒 和一個很強勁的爆炸是有分別的 但是一個很強勁很強勁的爆炸 和一些在中間的沒有那麼強勁的 比起燃燒過程是猛烈一些 但是它都好像有些在爆炸的 那些這樣的過程 又有一些這樣的東西在中間 其實呢 嚴謹地說一下 我們現在去點燃一個火箭 然後將裡面的燃料去點燃 它出來的那種呢 其實還未算上一個很嚴謹意義上的爆炸 但是它是一個很劇烈的燃燒 不是好像我們點著蠟燭那些那麼小的燃燒 而是一個非常劇烈的燃燒 有非常多的東西去噴出來 就是燃燒過程猛烈很多 於是乎很多物質高速地點燃出來 於是乎就可以拿到一個推進力 那 這個就是傳統的火箭引擎的原理 是你去嘗試控制著燃料 一個猛烈的燃燒出來的結果 但是當然 如果你的燃料控制得不好 你都要給太多那裡給太少 或者中間搭得不夠勻 或者搭得不好 或者搭得太勻 它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燃燒太過猛烈 就會出現一些突然之間 噴一聲爆炸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 在現在我們理解火箭的發動燃燒之上 有另外一種是更加不受控 但是其實那個隕藏的力量 更加強的爆炸在裡面 就是如果大家去找那些火箭的技術資料 就是你發覺一個火箭真的運作起來 其實現在世界上所有這些火箭引擎 它們都在運用一個非常猛烈的燃燒過程 如果英文來說它有另一個 term 它就不叫combustion 又不叫detonation 或者不叫explosion 但是它有另外一種字在中間 就是一種比平時燃燒更加猛烈的燃燒 但是它又沒有去到那些爆炸的形式 爆炸的形式是比較難駕馭的 就是如果你隨便將一堆氫或者一堆氧 這樣放在那裡任由自己 它最後出來就是一個不受控的 一種這樣的燃燒 那很大可能會出到一種就是爆炸 就是在那個科學技術上怎樣說 怎樣去定義這個爆炸呢? 就是它最後出來的那個 就是出來的那些氣囊 或者那些衝擊波那些東西 是會去到超音速的 那一有了這種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種就是叫做 就是這種就是一種真正的爆炸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爆炸力 來去推進那火箭引擎呢 它那種超音速的衝擊波 往往就對於它的氣件 是很大的損害的 還有很難駕馭的 我們不知道一直以來 舊有那種火箭引擎式的 那種噴噴式的設計呢 不是很懂得幫我們駕馭那些爆炸的 那些爆炸一定 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發生 也都不知道怎樣去把它壓制下來 所以呢 一直以來在火箭設計上面 是盡量去設計到 令到它有一個的燃燒 而且是一個很猛烈的燃燒 但是不要猛烈到一個地步 會出到一些爆炸的效果出來 那就是說聽到這裡 其實你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現有的火箭引擎技術 它還未能夠將這個燃料 它的能量用到最盡的 因為反而有些事情 我們都有一些更加厲害的過程 我們不想它發生 純粹就是因為 一旦這種叫做真正的爆炸過程發生 我們是很難駕馭 對於那個承載的人員會搓得很厲害 對於那個火箭的物料會破壞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寧願就犧牲少少的力量 就將它的爆炸壓制下來 變成一個猛烈的燃燒 穩定的燃燒就算了 於是乎 根據這種想法 其實我們就發明了很多我們現在現有的火箭 但是如果真正去了解那個熱力學原理 讀過物理學的朋友 我們就會有辦法由那個熱力學的定律理解到 如果你是能夠駕馭到爆炸這麽厲害的東西 最後爆炸的能量給出來 是令到你可以在同等的燃料裡面 拿到更加大的推力 於是乎效能做到更加高 在這裏我稍作停頓之前 我再說一句 今次這種漩渦爆炸 即是那種漩渦引爆式的這種引擎 就是嘗試向這種爆炸過程去挑戰 希望可以吃了那個燃料 那個爆炸的那個現象 來去拿起它的推力 而同時也都可以保護到那個器件本身 不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又很穩定 而且就算坐上去的人 都可以保持一個比較舒服的感覺 不會在那裏狂暴炸 明白 所以其實整件事的科技 即是材料科技 以及引爆那一刻 如何去受控的科技 以及我估計 原理就不難 但是後面引進那個科技 或者是裡面的技術 就要去到近期才成熟 後來為什麼今時今日 我們已經有儲光 可以駕馭到這種爆炸呢 很多時候跟我們那個電子運算的能力 很有關係的 或者我這裏給我講遠一點 在以前幾十年前 這些電腦技術 沒有這麼先進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試過玩過一些 用爆炸原理去推進的引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北美洲都很流行的 玩那種叫噴射車的賽車比賽 平時一般的賽車那些 多少F1、F3都好 就有條彎彎曲曲的賽道 在那裡大家鬥技術、鬥鏈車 但是有另外一種玩的賽車 它是裝一個噴射引擎 而這輛車你不如去轉彎的了 一開了就一條直線去 然後看看你的極速可以去到多少 你可以去到極速去得越高 然後你運行得越久 而你又幸好不死 這輛東西沒有爆的話 那你就更厲害 那大家就在這裏破這些紀錄的 在這種極限賽車遊戲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它就用了這種 爆炸式的噴射引擎出來 那它呢 你會發覺它的車尾裡面 就有很多支管 那支管就逐支輪流去噴的了 現在你就說 你如果一個爆炸這麼厲害 可以給你推力這麼大 但是你如果想推力更大的時候 同時間你那個引擎的材料 破壞也都更大 如果我們不用傳統那種燃燒的 內燃機的引擎技術 想盡量利用爆炸的能力 把那個燃料的效能用到最盡 把車推得最厲害 而又令到坐上去的人 都叫做不死的話 我們就有些折衷 以往就是把一個爆炸 去拆散成為很多十個 很多八個的微小爆炸 每次就向那個窗管裡面 噴著少少的燃料 然後就爆它 於是每一下就給你一個的衝擊 去推一推 那一下就不夠了 那你就放了很多支管 輪流在那裡爆炸 所以那種噴射車 開出來是很吵的 而且開到尾的時候 始終都因為爆炸在這樣的噴射管裡 就出現了太多次了 只是燒紅了 甚至爆炸了 甚至最後的材料承受不了 整架車爆炸 然後就還沒完成的旅程 去到中間就已經過熱爆了 就爆到整架車爆了 司機都死了 都不奇怪的 所以你從這個例子 你會看到 運用爆炸技術 運用爆炸這個原理來做推進 沒錯 它拿到的推力更加大 可以將車推得更加強 加速更加強 但是很牙煙的 很難玩的這件事 這次美國太空總署員 他用了這種RD、RE的技術 怎樣去駕馭到這件事呢 我現在再慢慢去講 想就很早有人想了 就是50年前有人想了 不過始終都還沒有好的材料 還有好的電腦模擬 來去給我們最好的設計 所以一路的進展不是很多 當時有科學家提出過的 就是說 你最忌忌的那一刻 就是爆炸出來的那個威力 基本上就是四方八面去擴散 然後其中有一個方向 就是對證噴射管的出口 於是就給了一個推力向那個方向 但是另外那些方向 就是你基本上的爆炸力 就完全由那個引擎自己 和那個槍管自己去承受 所以這裏就不是這麼有利的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把那種爆炸威力 去引導在一個特定的方向 然後引去那個特定的方向之後 它最後只不過是自己在那裡繞圈 那種爆炸威力 於是你就可以把那種爆炸威力 引導到一個範圍那裏 去限制它 就令它的威力沒有向其他方向 那裏還延得更加重要 於是相對會不會能夠保護材料 保護得比較好些呢? 這裏就魏高人膽大了 它想到的方法就是 你將它 不要只是在一個槍管的空間裡任意引爆 你將它整成一個圓環的形狀 在那個圓環的形狀 那個爆炸的威力 就在一個圓環裡面繞圈 所以這裏就要大家如果看到Larry 他給出來的圖 或者甚至乎我自己在那裏 我都會選一張這樣的圖來做封面 就是這種叫RDRE引擎的設計 它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它是中間不是完全空深的 中間有一個實深的位置 但是真的空的位置在那個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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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都是想向外擴張的 最後就會向哪裏開口再向哪裏擴張 所以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要怎樣去想這件事 你可以這樣想 一個大一點的煲 上面再放一個小一點的煲 周圍就留了一條坑 留了一條縫 現在的爆炸威力就在那條坑 那條圓形環狀的縫那裡發生 就強行將那些力量向開口的縫那裏擠出來 就向外面噴 其實感覺像是大家打火鍋 但就不要在香港打火鍋 就去北京打火鍋 北京的那隻打火鍋中間有一個蓋子 它是圓形 中間有一個好像煙湯那樣的東西 然後你又將羊肉放在一個圈裡 那圈才是你灑羊肉的位置 就好像引擎在邊位噴出來 當然他來了打火鍋 那個圖像似的 但是那個威力差很遠 現在你有些像是強行將那些威力 完全限制在邊邊 圓形的邊邊位那裏 然後他的威力就被焗在邊邊位 一眼圓形的一眼噴出來 而且那個威力很大程度就是在裡面繞圈而已 最後就是你可以完全是壓制那種爆炸威力 吃到盡那種爆炸威力 然後強行將它迫在一個方向裡擠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像到的圖像就是 如果你想運用到整個爆炸 你當然是想將它一旦爆出來的威力 盡量掀著掀著 然後你是想向哪個方向放射的威力 你完全受控 於是你就可以掀著這個爆炸的過程 就將它限制了只向一個方向擠 於是你就可以吃到最盡的這種爆炸力 來向相反方向推進 以往都是想掀著 但是我不想它爆得那麼厲害 因為爆得那麼厲害我掀不住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我設計這件事出來 將它那個爆炸威力 能夠令到我可以不需要用以前這麼大力 都掀得緊 當然在適當的地方 我都要用一些好的物料來 令到它的傳熱那個性能好一點 那這裡就要 如果看新聞你會留意到的 它就用到一些叫做金屬打印機的3D打印技術 來製作它部分的零件 放在它這種叫做RD、RE引擎的噴嘴上 在這個設計之下 就是它有一些好的導熱材料 令到它某一些的位置不會那麼容易過熱 令到它更加容易克服到 在一個這麼大的威力爆炸發生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頂得住 它噴出來的噴射流 就是不再是壓音速的了 就是一個超音速的噴射 整件事當然了 整支火箭最後加速到一定會加速到超音速的了 但是你一直加速到超音速 如果噴出來的那些東西 向相反方面噴的時候 它給出來的那個速度 就一直都有那個速度 你只要一直有那個速度出來 一直就可以向外面噴 但是你想一下就是 你整支火箭一路上升的時候 如果可以時時刻刻都保存著噴射出來的東西 是有這麼快得這麼快的時候 你整支東西自己本身 一路推進上去加速一定是更加快的 所以它這次可以現在 利用這個RDRE這種這樣的引擎技術 將那個爆炸的效能吃到盡 然後將它推進去盡 就是令到它可以將氫氣的燃料 效能都提升了20% 其實這個巧妙就是在這裡 如果有些圖像 我新聞那些片段你會看到 它噴出來的那個位置很有趣的 我覺得更加像什麼呢? 更加像你家的那些石油氣路、煤氣路 那些火是噴噴的 中間就不一定有火 但是起碼有時就會外圍 有一圈的火在這裡噴出來的 和你平時的那種 舊式的那種火箭引擎 就是中間就是一團火 就是一個火速噴出來 就有些不同了 那麼現在就數字決定一切了 你經歷過這樣的設計 就是你有能力做到推力更大 燃料效能更高 而且你還結合了 一個很好的電算模擬 來幫你去設計和預計你的效果會是怎樣 以及根本你還沒做的時候 你已經更加靠近最後的完整的設計 所以這裡我覺得有三個核心技術在這裡 首先就是RDRE的那個物理和工程學上的基礎概念 但是你要令到這件事是落實到 你就需要一個好的物料放在一個好的位置 來去將它某一些部分不要過熱 然後還有一個核心技術就是 你怎樣有一個好的電算模擬的程式 令到你還沒正式進入測試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大約有什麼事情發生 現在出來的效果就發覺 電算模擬是做得非常好的 甚至乎有些事情 可能還未是下一次正式測試的時候 它在電算模擬上已經試好了 知道哪個位置會太熱 哪個位置還可以承受得更厲害 哪個位置是最弱的一環 它可以很快地掌握到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技術就是 都會很快進入實際應用那裡 可能最後在上火星的任務裡面 就是用這種RDRE的火箭技術來做推進火箭 很快會看得到 是的 當然你說太空旅行這個火箭NASA的應用 一定放心 一定有 當然大家軍會慶的網友都是問一個問題 就是 陳博士 火箭的技術和導彈技術是一體兩面的 如果我們利用這次RDRE的技術 如果應用在導彈上面 那是不是又是相當之是 劃時代突破 尤其是我們經常說 現在的火箭和導彈 就是追求快 其中一個就是高超速武器 如果將它應用在上面 尤其是現在美國掌握了這個科技 可不可以說 之前他們自己發展那個 例如我們叫AGM-183A的技術 其實就不是那麼成功的 那些什麼點火那些 就是經常都很好的 那有了這個技術之後 是否會令到導彈整個的概念 是革命性地變成呢 就是不是用傳統的那種點火 就是現在的情況非常快 它那個燃料可以壓縮到很小 甚至乎可以令到子彈體又很小 那整個又射得軟 那個彈又小 但是威力又大 那麼受控那個燃燒又好 那是不是 就是會令到美國又再次呢 在那個攻擊的體系上面呢 就是又再有一個大的提升 那這裏這樣想啊 現在這一種叫RDRE的火箭引擎技術 我覺得是一個挺革命性的跳躍 它舊有的那種形式 就已經是不適合的了 它完全用了一隻新的設計 來去引爆這些燃料來取得推進力 那你想一下 它效能高了十幾二十幾百分 那就是說它攜帶的燃料是少了 你其實對於一些比較長途飛行的火箭 我不要理會是軍事任務也好 還是太空任務也好 你越是長途的 周制的或者是星制的 你其實大部分的重量 帶上去就是這些燃料的重量 你的引擎效能高了 你直接令到你可以帶的燃料是少了 那整支火箭一定是輕了 那很簡單就是說 你如果說那些高超音速武器 表面聽起來就是大家鬥快 哦 原來就是說 是啊 大家都飛五倍音速的 不過你那支重我三倍 那就是說你需要的燃料高 你轉彎的能力低 不靈活 那也都是成本會高 但是現在我能夠做到那個效能 是高了成20%的時候 那你可以連帶想一下 整支火箭的質量可能就是 未必減到20%那麽多 你減到10% 那令到你整支東西的慣性 那個inertia 或者整個質量已經少了的時候 你可以令到更加靈活的 是吧 你都知道無論是導彈 或者是一些高超音速武器都好 很多時候你是想追求一個威力速度 和靈活三方面都平衡 但是你基本上 沒有可能同時三方面滿足到的 你想要靈活度高 你就不可以做太重 你不想太重 你裏面的燃料也不可以多 所以你限制了你的速度和射程 但是現在呢 你有了一個這樣的引擎的時候 你令到你自己 在這三方面最佳化的能力 一定是領先到人的 你要靈活度的時候 有靈活度 我將它做 我將那些原本已經很輕輕的東西做得更輕 射程一樣不變 然後我想做到一個長途的事情 都有這麼多的靈活度 我就將它轉用這種引擎 所以我會說 這一種基本的引擎設計 那個技術帶來的改變 它絕對令到 無論是軍事任務 或者是太空任務 就是全方位零線 我會說是 那你說這些會不會 我不敢想像一下 會不會是用到 普通的戰機都用到這樣呢? 這個不敢說 因為現在戰機用到那種噴射引擎 其實都還在用一種 叫做很高效能、很高威力的燃燒 都不是用爆炸式的 這種威力 其實第一件事想到 都是用在導彈 或者是用在那個 星際的火箭技術那裡 所以如果做一個總結 就是現時用在我們 都是大推力的 例如說是離開地球那種火箭 星際旅行的火箭 就是可能去月球基地 火星基地 建立的時候那種運載的火箭 這個應該都是線的 就是太空技術 但是當然我們大家都會想像得到 大家都很清楚國家資源 你怎麼都會放在軍用那些位置的 而軍用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預見得到的了 即是接下來 無論是洲製彈道導彈 即是我們講ICBM 甚至乎縮勢去到 我們講一些戰術的導彈 例如說 空對空的戰術導彈等等 接下來恐怕在5至10年 接下來有一個革命性的轉變 而這方面暫時領先的 又再次是美國 所以這個科技 第一 接下來會不會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其它國家 都能夠用到這個科技 還有燃料和噴射的技術 會不會又令到其它國家 即是再次觸發到一個 另類的我們叫的軍備競賽呢 這個我們都會繼續和大家觀察 好 今天很感謝陳博士 和我們詳細解說 這個我們叫RDRE 也叫做爆船 這個叫爆船 這個說法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今天軍公開密 就來到這裏了 大家如果還有其他想聽的環節 可以下面留言區和我們去溝通發 好 那我們在下一節的軍公開密 再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有了 我都會有 有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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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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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